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仅凭一张纸还带着一个小孩 凭什么跟咱响子帮叫板我问你 真是可惜了 还以为咱能交个朋友 交朋友 带不是我看不起你 我这可是有八个好手 而你只带了个小孩 不要让人看见了不发我们响子帮欺负人吗 我是个讲理的人 可不能让人误会 滚妹 这是何必呢 出门在外 无非是为了求财 做不成朋友也没伤了和气 和气才能生财吗 侯友这小嘴骗子巴巴巴巴能撇得很吗 是不是啊 刀马就是能说会的 小七 照常蒙上眼睛数数 这次数到几 你随便选个数 酒 酒 好 那么数到九 坏人就会全都躺下了 他们是坏人吗 客戈都那么丑 当然是坏人 放手 我把你嘴给你撒来 哥 真是 混蛋 你找死 你 我的补兜 快 老大接着 老大 我这把刀借给你吧 你 我这要多少有猪手 都给我上啊 赶紧他 六后面怎么是八 七呢 七在这儿啊 你 大哥饶命啊 你上菜 等一下 三倍加钱 好 好商量 好商量 不等了 看你这落魄样 没着钱 大哥 这里不 不止 咱们全 全归你了 那这把刀该还我了 还我还 好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行 没你的事了 大哥 我 我还有个疑问 我们响子帮 一响神畜鬼没 连马快都飞踪不到 你是怎么就找到我的 凑巧路过 阿七 咱们该走了 好啊 天消兴兴 且为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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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琪 忍忍 等咱们到了长安就没沙子了 长安 只有长安没有沙子吗 为什么非得去那儿啊 因为 那是你的故乡 哦 那我们明天可以回长安吧 那可不行 咱得先把老莫的债给还清了 老马 怎么还有多久才能还清老莫的债啊 快了快了 老莫不是很有钱吗 差一点也成吧 当然不成 为什么呀 吃多少吐多少 不能让别人欠咱们 再也不能欠了别人 老莫是别人吗 是别人 那我呢 你是咱们 不懂 以后会懂的 那你是怎么欠他债的呀 那年你还没到一岁 爹抱着你走了很长的路 走啊走 走到了这儿 然后就认识老莫 为了安顿咱们 老莫可没少花钱 妈呀 好多飞虫啊 把火灭了吧 这可不行 火整夜都不能灭 为什么呀 灭了火 食人鬼就会出现 什么是食人鬼 我跟你讲过吧 食人鬼 又叫罗刹族 他们手段暴力 不但杀人 还会挖出人的心肝吃掉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你爹在 谁都伤不了你 知道吗 好多大鸟 走 咱俩瞧瞧 这些尸体 是罗刀 刀马 看那边 那边有个人 朋友 发生什么事了 他为什么不说话呀 这个人 已经断气了 是条汉子 站着死的 这些怪物的尸体 全是他干掉的吗 嗯 差不多 但 他不是一个人 看他们的兵器 和统一的行头 应该是关内来的标队 杂到了食人鬼的袭击 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送一下嘛 说不定有值钱的东西 笨蛋 那就成贼了 而且 拿死人的东西 会造报应的 哇 这是怪物头疼吧 看来 这儿就是战场的末端了 好一场惨烈的死伤 使人鬼果然跟传言中一样凶惨暴力 老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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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 你带着 好刀 看起来是官家名门的刀 这口刀的主人身份应该不简单吧 是这位姑娘吗 是这位姑娘吗 刀马 不是说此人的东西不能拿吗 不是拿 我只是借用一下 这种好刀要是留在这儿 被贼人拿去贱卖 那就太可惜了 走吧 我们该回去找老墨了 刀马 刀马 看前面 这则是活人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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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官内来的标队 刚被罗刹袭击 这孩子受了重伤 要马上找大夫 再晚就没命了呀 三百钱 一个字都不能收 钱袋已经弄丢了 我们身上 我们身上 就是剩下这么点儿 可惜了 还以为咱们能交个朋友 就 就当是定金吧 老汉是无为标行 西域七标头老游的 只要把我们送到临近的姬市 剩下的我一定会补给你 以标七为师 绝不脱欠 你们的旗子已经倒了 我凭什么心 那是 是在孩子身上的 那些零钱收起来吧 我要及时 买的葡萄杆吃 我的朋友 这卖卖我做了 叫你 吴霖 二人啊 嘴巴张开 四等 两枚金币 老阴 下一个 等等 四丫子 你是不是老花眼了 这可是 秋辞国的上等美女 就这自制 少说也得给我五十个金币 无理之徒 竟敢置疑我阿阿塔的鉴定 确实 它本应该是一等品 可惜被你损坏了 即便被火前烙印 也深情恍惚不知痛觉 这是被下了过多的迷药所致 这可平不了好价钱 你父亲在世时 非常尊重这个行业 你这样做是在给他蒙羞啊 四丫子 竟敢断我财路 阿玉啊 够了 老墨 你家这丫头 现在是连你都管不住了 刀马 你回来了 还有我 还有我 当然 当然 有刀马就有小七 还有两位新朋友 好好的脸竟被看成了这样 该死的罗刹突然来袭 我们没有防备 罪队的标识全部惨死 只有我们俩逃了出来 这种事 每三年就会发生一次 躲在暗处的罗刹 开始出来袭击来往过客 只不过 今年来的比往常早了一些 你 你要干什么 放心了 那是在救他的命 这位可是西域里首屈一指的姓灵高手 这些蛊虫 是在给伤口排毒 这样再过两三天 命就保住了 阿汤 这种小事您就让我来 办不着您亲自操劳 刀马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 得亲自招呼才行啊 刀马你真是 连续一个月无声无息 一露面就是带着两个不黑不白的外人 敬给阿汤添玩 你这丫头 我这带的可是生意 丫头 是生意 老墨 帮我查一下这张悬赏令 若不是那张悬赏令 这孩子也不会来到西域 更不会遭这种罪了 怎么说 悬赏令上的逃犯 是他的杀父仇人 我们当家的为了让他亲手复仇 从官府接手了这张悬赏令 可怜这孩子为了报仇吃尽苦头 如今变成这样 这仇他是报不成了 这么说 只要我把双头蛇的人头 送到你们五位标行 这六千钱 你们就能当场给我了 话虽如此 但这司逃到关外 八年来已彻底销声匿迹 找人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天底下就没有我阿尔踏 找不到的人 卢河 找了几天 有消息了吗 双头蛇 是用双刀的高手 传闻他心狠手辣 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做 只不过八年前 牵扯到一宗朝廷高官的命案 不得不隐姓埋名 易容乔装逃到关外 相貌可以改变 但总有些地方是无法改变的吧 不错 他的腰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 道八字蛇纹 是无论如何也巧装不了的 我的眼线告诉我 他不久前在一个地方 见过那个纹身 什么地方 不着急 我的朋友 在此之前 我想劝你一件事 你不是想劝我不要去吧 那不是个好地方 我只怕你有去无回 只要赚了这六千钱 我就不再欠你了吗 刀马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没有相欠一说 老墨 你是了解我的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也不拦你 你待着小气 务必小心谨慎 往东西五百里 当你看到一片红土地 那儿便是赤沙镇 赤沙镇靠温泉发迹 原本鱼龙混杂 一片乱象 不过 自从朝廷派了个官吏 常贵人过去以后 就没人敢再惹是生非了 那常贵人手段强硬 你这样进去抓人 他是不会乐意的 你千万相信 看来 咱们来对地方了 人一旦没有规矩管着 就跟畜生没有两样 我倒要瞧瞧你的规矩 是不是真的没有例外 刀马 我不在乎你的魔性 也不会去探究 你是为人节 小孩 你天要找的人 肯定就在里面 闻蛇为证 我的名号是 双头蛇 犯事就会被吊死 待 这种破规矩 也就你们香巴老会怕 对我们响子帮来负 屁用没有待 前些天 老子一个人 砍死十七个放汗 都没有人来敢找我麻烦 真的吗 我骗你个嘎娃干啥呢 当时我手起 啪刀落 十七个人 眨眼间 成被我砍死了 当然了 瓦妈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不过话放回来 行走江湖 受伤乃家常便饭 算你瓦祖院 现在我们帮派人手紧缺 想不想加入 行 行 以后跟着我 不用管那些破规矩 不过 反规 有客 你先得交些入邦分 来 我得搁呀 客官 里面请 客官要住店吗 不急 我先说点事 我到这来 是要找个逃犯 我知道他现在就在赤杀阵 或许 他就在你们当中 我的家当已经全都给你了 你把我放挂上 你试试 箱子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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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莫藏不顾 不信 别乱摸脏东西 老板娘 一间上房 呸 原来是个闹钟 阿兰 送贵客上楼 知道了 娘 大侠 行李交给我吧 大侠 这边请 让我来吧 小兄弟慢点 有个事忘了说 我要找的人 腰间有蚊蛇 谁要是有线索 记得来找我 必有重谢 怎么办呀 相公 这水又用光了 自从常规人建水坝 掌控了水源 我们就只能高价 跟他们买水用 客人越多 反而赔得越多 这几天赚的数还不够缴税 还差多少 还差两千千 十天内凑不齐的话 就只能 只能把客店充公了 我这就去求常规人 可是相公 我们之前求了这么多次 都没用 常规人摆明了 就是要针对我们 王担心 我能处理好的 你能处理好啥 哪来 常规人会听你的 客官 您要出门吗 掌柜 听说你们赤沙镇 以温泉温命 那我怎么没见着啊 我刚好要过去办事 不如我送你一程吧 那就有劳掌柜了 不妨识 小兄弟 我儿子就偷给你照顾一会儿了 是 大侠 我也要泡温泉 我也要 我也要 傻小子 小孩子泡温泉会生病的 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那我要吃面条 大 大侠慢走 来来来 客官 这衙门院内 便是镇上唯一的温泉 唯一 你们镇不是以温泉发迹的吗 怎么只有一处 自打常贵人被派过来治理驰沙镇以后 便把镇上其他的温泉全堵了 因此 衙门内的温泉不但价钱贵 还有个规矩 好好好 你忙你的去吧 好好好 泡个澡还跟我讲规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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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不许您的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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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可宽敞了 不许 这儿 这儿过来 身手不错嘛 你 就是那个来抓人的 天下细席 且为里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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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跟你爹说 说我为徒好不好 咱们一起闯葬江湖 麻烦 被笨蛋缠上了 你不是也有爹吗 还有那么漂亮的娘 我也想有娘 我爹 他就是一个闹肿 说了多少遍 常贵人是不会见你的 此心吧 还请公子帮忙通了 再不管就不止是打脸了 不许胡说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他的 是他不明白 镇上有本事的 都去做常贵人的手下吃香喝辣的 是他没出息 所以 我要快点编墙 被常贵人赏识 这样 才能撑起这个家 小孩 是不是我帮你爹 抓到妖剑闻蛇的人 他就能收我为徒 常贵人那帮天生护卫 个个都是高手 有些是他的旧部 有些是犯过案 被他招揽过去的 你爹要找的人 肯定就在里面 他们是我招来的好手 但是没有你要找的人 想必你来此之前 已经打听过了 我来赤沙阵之前 阵明为了争夺水源 斗得鸡犬不宁 人一旦没有规矩管着 就跟畜生没有两样 爹爹 好了 如今朕鸣安分守己 朕自欣欣向荣 这便是规矩的力量 到这里的所有人 都得守规矩 就算是我都不例外 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也不会去探究 不过 你是为人杰 我很欣赏你 干脆留下来跟我吧 凭你的身手和胆色 跟我一起把镇子打理好 也能赚到的可不止是那点悬赏金 如何 听起来不错 可惜 我这人天生爱逍遥自在 替人离嫁的日子过不惯 告辞 你 爹爹 就这样放他走吗 嗯 刀马 我定要得到你 你这是 刀柯 我要是告诉你双头蛇是谁 你能分我多少 那得看你的线索值多少 我需要钱 要保住客店 我至少需要两千钱 刀柯 我问你 双头蛇要死的还是活的 我只要人头 好吧 我就是双头蛇 玉安 玉安 孙玉安 儿子 你在哪儿 玉安 玉安 什么人 出来吧 别怕 别知道恋我辛苦 爹不怪你 跟爹回家吧 玉安 你随镖和随镖头 我让花钱买你的命 我 疼 疼 别怪我 我跟你无冤无仇 只想给我儿子赚点钱 小娃儿 你害怕 马上就让你跟你爹团聚 你要是化成鬼 可不要找我儿子讨命 要找就来找我 文蛇为证 我的名号是 双头蛇 我的人头 你就去走吧 我只求 你能分一半赏金 给我家人 掌柜的 是常规人指使的吧 是要再掂点我的金粮吗 为何不信我 文蛇双刀为证 我就是 一个人做了半辈子的杀手 借心便会成为本能 这么简单的一招都接不住 就别冒充高手了 早点去睡吧 大侠 你终于回来了 大侠 我可以帮您找双头蛇 请您收我为徒 这点先是照顾我儿子的谢礼 有劳你了 小琪 醒一醒 这 这小子 好香 不行 给我吃 咱们上房再吃 给我吃 给我吃 来 给我吃 走 回房 喂 别强 回房再吃 我回来了 相公 谈得怎么样了 别担心 我 我会再想办法 你哪次想出办法了 每次都是两手空空的回来 还被人做成那样 阿满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爹说话 我说错了吗 他算什么你 算什么一家之主 我说过来 阿满 你要去哪儿 放开我你这个窝囊废 我想去哪儿就是哪儿 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阿满 阿满 你没事吧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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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是替爹爹知会你们 今天不缴清税款 你们就得把客店充公 哈 你 七 七 七仙不是还没到吗 给我住嘴 丢命 找来那么一位高手 不就是想造反吗 什么川普逃犯 都是掩人耳目 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来人 把他们抓起来 剩下的人上楼 你们要干什么 让那粗鄙的满腹 你干什么 骗不着明日的太阳 是 这点心是哪儿来的 好好吃啊 捡来的 下次再给你多捡点 一 我知道 我知道 正在输呢 这次 就不要输 公子 冤枉啊 楼上的人 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 请公子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过几日 我定能凑齐税款 你这沐鱼脑袋 还真是什么都不明白啊 我告诉你 常贵人早想将你们客店 改成驿站 段水增负 就是为了让你们失去 就算你交上税款 你们一家还是得给我滚 给了你这么多机会 可你们就是死赖在这里 还说不是想造反 今天我就要把你们这群逆贼 一并铲冲 动手 你们打我 骂我 气我 输我 怎样都可以 但是 不准 换我家人一个 莫居获 垂死生扎罢了 给我砍死的 上 这个人 是谁 来人哪 下楼 全给我下楼 大神 刚才真是失敬 那么 咱们继续谈买卖吧 踏入江湖 是为了养家糊口 生平第一次杀人 代价是一碗烫面 成为令人文风丧胆的杀手 是多年以后的事 一直到我接下了五位标行的买卖 遇到了那个孩子 小娃儿 你要是化成鬼 可不要找我儿子讨命 要找就来找我 我知道 我早晚都会来报应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提到了 你别乱来啊 我可是成鬼人义子 你敢伤我 弟弟不会放过你呢 你别过来 彪寇 事到如今 赤沙朕 已经没有我们家的立足之地 我死了以后 求你把赏金 分给这孤儿刮目 让他们有个安顿的法子 如果你答应 我的神头就给你 真奇怪 你凭什么信我 你也有孩子 而且你是个好父亲 我看得出来 我却从来都不是 爹 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无论是何种下场 都是罪有应得 但我蹊跃是无辜的 我想至少在死的时候 给他们留下点什么 本性是露出来了 可惜反应还是很顿 爹 小娃儿 爹 爹 爹 小娃儿 这是在搞什么鬼 爹 爹 这是刁民击中造反 一定要把他们统统吊死 常贵人 你的手下三更半夜入室杀人 是你下的令吗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若是你下的令 那你我之间便无话可谈了 若不是 那便是你这条狗擅自惹事 他就交给你处置吧 爹 爹 救我 我倒要瞧瞧你的规矩 是不是真的没有例外 若没有例外 你能为我做什么 为铁面无私的人做事 好像也不错 我会考虑 爹 爹 爹 饶 兵 如何 老马 考虑好了吗 不着急 还可以 再调高点吗 好 我就再给你点时间考虑 把另一个罪人也压过来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杀你爹 我不是什么大侠 我不是什么大侠 这是一个标客 可真是孝顺 再跳高一点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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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我 可真是你爹的方言 因为爹的罪名 太沉重了 爹 我做坏你了 是我错了 爹 你承住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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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杀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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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好了 取人头 总归是要亲自动手 没错 没错 刀猫 你在耍我吗 当然 首先 我讨厌你 不过更重要的是 我讨厌屁股下巴 喂 红刀车 没死的话就拿上你的刀 我不杀手无寸铁的人 不过 我们的账稍后再算 慢着他们 杀啊 放开手脚 控制这儿 别看 闭上眼睛熟数就行了 你熟数你快吧 看来你也只能自己动手了 刀猫 刀猫 你这种人 历来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副豪神的富贵路 或者死路 我给过你机会 两次 不过 没有第三次了 不过 我现在就要 我现在就要让你知道 咱们就看看 谁能站到最后吧 你先受死吧 渣子 来 刀猛 第二个就是你 不可 爹 爹 刀猛 刀猛 给你克制杀害朝廷的官司打击不到的死罪 官司会派出最顶尖的马快追过你 你的宣伤令将传遍天下 你的同行都会追杀你 从今往后你将一刻都没法喘息 直到死的那些你都会后悔 为什么当仇不责我给你的路 路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闯出来的 爹 爹 不要死 那个小孩 还是他父亲死的时候 爹 也是这种眼神 爹 想好 我没有杀那个小孩 想好 好回家 我每人 爹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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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张晓 给我爹六个前十吗 救命啊 拿了死人的东西是会遭报应的 没错吧 刀马 老板娘 结账了 我要找的人 看来不在这个镇子 刀马 我们的战是不是又还不清了 没事 总会有法子 那咱们会像那个屁股下巴说的 从此要一直逃命吗 有地在 你啥都不怕 地厅前辈 上头要我们先放下别的禅师 全力追捕一个带着三四岁小孩的中原人 上头说 只要将目标缉拿归案 我们便可复归萧綦卫 看来此人来头不小 这孩子 原来还活着 地厅前辈认的赐标 何止认的 萧綦卫有今日 全拜他所赐 还活着 照片 你应该不適合 他还活着 地厅前辈的 一身黑行道 才拿着牌子 做不了 是他了 兄弟们 上 你赏金五万钱的刀码 这人走 我们拿定了 追了给你了 我们真讨厌 不安心 连我都想把自己抓了换赏钱 对吧 他的忍受 咬住他 放上去 放上去 上给了麻飞滚开 这是我们的猎物 善狼善德 兄弟们 撤 撤 撤 拿你来 杀 杀 继续杀 获尚令狐跑了 小心 评好了 黑星已经落坏了 你要抓紧我 要是黑星投下了 我会抢他们的忙 你绝对不能松开我 明白吗 加把劲儿 老朋友 咱们一起拜托他们 我把你丢在这儿 是 追上了 我追上了 你懂吗 快点天天 又来临近人 这女的人儿可真好 小心 抓紧了 开箱 放 刀马 跟我来吧 他在等你 他说有个人 你一定要见一见 大小姐 这有什么好话 再来看一看 给我看看那个 大小姐 大小姐回来了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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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心灭了 大小姐 就算是给我接风 你也不必弄这么大阵仗来吧 我只要你们这群姑娘就够了 来了一位客人 身份很特殊 所以多雇了一些人手 老莫呢 怎么没见着他 而他吩咐暂停一切生意 即使全面戒严 他老人家也不再露面了 只是出去跑了一趟 好像很多事都变了 有些事 是永远不会变的 总是会变的丫头 会变的丫头 好 好了 说说那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吧 那个人 比你还要乖 阿他叫他知识郎 大小姐 主人在密室等您 嗯 知道了 阿他我们回来了 刀马 路上受苦了 没什么 有姑娘们护驾 我自得其乐 那就好 刀马 知识郎说 这名字是随国萧綦卫的内部别号 哦 知道的不少吗 知识郎还知道 曾经有个无名少年出身太原相语 他伸手不凡浑身是胆 在战乱中大写伸手 随国一同中原后 被破格提升为萧綦卫 自好 刀马 知识郎还知道 小七这孩子 生一伤 叔 你 到底是谁 知识郎又是谁 刀马 快住手 我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是来帮你的 我知道 刘洛西域这三年 你一直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现在 你可以完成你的心愿 刀马 你将护送知识郎到长安 看来你不大喜欢知识郎 我也没有必要喜欢他吧 从这里到长安 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你会慢慢习惯他的 让一个通缉犯去走这种标 不太妥当吧 或者 他跟我一样 也见不得光 整件事有些复杂 说来话长 那就不必说了 刀马 这是我最后一次托你办事 那么走完这堂标 咱们就算两清了吧 世间的事 都是你帮我 我帮你 不用算得这样清楚 算不清楚的人情 才是最要命的 这堂标我接了 天亮就继承 来 小心 我还 坐好 刀马 这些是路上用的盘缠 还有通关文别 来路是干净的 又不是要走明道 用不着这个 怎么多了两张 这么巧 消息为刀马 我们正好顺路呢 老墨 你竟给我塞一些麻烦人物 阿语呀 也是时候到外面见见世面 有劳你照应了 不必劳烦外人 大小姐由我照顾 你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是 对不起 小姐 小七 咱们该走了 刀马 你这趟标不太平 即使也不安稳 不如我安排小七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身边 对吧 小七 老墨 我给你冲心报平安的 我也会为你祷告的 阿踏 我不在的期间 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早去早回 不用担心我 快去吧 出发 刀马 我家族的未来 就托付给你了 愿圣火照亮你们的前方 小七 你好像特别开心啊 嗯 因为我家在长安 我要回家了 是吧 刀马 是的 长安就是你的家 那你呢 你去长安干嘛呀 嗯 你们还是别知道的好 这么神秘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也罢 反正早晚你们都会知道 告诉你们也无妨 知识郎去往长安 是为了颠覆朝纲 陛下 陛下 借借为了迎戒东都 和开凿运河 没愿意正有百万难听 若为北巡和修筑长城 在天遥矣 便是 据过就矣了 陛下 愿征巡游 大兴公事 只会大乱民心 老臣二人跟随文帝 打下了这片江山 实在无法坐视陛下 挥过国运 陛下如果一意孤行 必是亡国之举 恳请陛下 三死而后行 佩侍郎 你也是 来金剑的吗 佩侍郎 你也觉得 朕不该北巡和修筑长城吗 魏传在整夜接到宣报 特来向陛下走报 一名世宗已久的盘党余孽 最近现身 雷师郎 正派你掌管张业 不是为了打听这种无聊的消息 启离兵陛下 那盘党余孽正是花颜团魁首 只是狼 杀了吧 可如今西域是屠绝和屠于魂的地盘 杀人恐有不便 呵呵呵 那叫通兵他们 八字道王 魏臣 不会让陛下失望 很好 即日起 朕命你为黄门侍郎 全权处理西域十一 下次再来见真 记得带上 知侍郎的人头 本集封 一证 词 《ч兵》 演唱 演唱 当马 什么时候能歇脚 知识郎已经累了 半时之前已经歇过了 你管那种 随便坐在路边 喝口冷水 吃点干粮 叫做歇脚 那不然呢 知识郎并不同意 知识郎说的是 一所体面的一阵 有瓦折头 有墙挡风 舒舒服服地 炽上一顿热腾腾的汤饼 吃饱后再又热水洗个澡 来躺到床上 盖上干净的毯子 最好再能来点小酒 助助信 那才能叫歇脚好吗 那不叫歇脚 那就做梦 你不知道我现在 是个行走的前代 当然知道 人为财子 你要会失望 有谁会不喜欢你这个价值五万钱的人头 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选我护标 因为知识郎需要的标课 既能野衣党百 更要熟知地形 懂得挑着人少的地方 谨慎改路 最重要的是绝对不会出卖知识郎 所以你是认可我了 没错 我一直很欣赏你 刀马 你很有本事 那就给我闭嘴 我说歇脚就歇脚 我说启程就启程 明白吗 明白了 但知识郎还是要歇脚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一副若不禁风的样子 一点路都走不动 要怎么颠覆朝廷 知识郎只是一个点灯人 而点灯人不需要武艺 点灯 点啥灯啊 你是这儿有灯吗 灯心 灯心中暗藏着怒火 只需轻轻点燃 便会烧进中原 栽赃中原 手下辽东墨北 以及这片大漠上的每一寸土地 最后 便是花满天下的新世界 刀马 终于被我折服了吗 小七 记住了 别跟脑子有病的人说话 会被传染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跟他说话呀 因为大人不影响 头门 终有一天 终有一天 你会明白我的 好奇了 是马车 是知识狼要坐的马车 停一停 夹我一个 我不双倍钱 好了阿姨啊 把家伙收下来吧 咱们继续赶路 记住 别随便跟陌生人搭话 你永远不知道那种马车里藏着什么 知识狼知识 想坐马车 少废话 快上马 小狼君 你收了老头多少钱来捉我们 一千 还是一千二 喂 说话呀 你是哑巴吗 你知道老头会怎么处置我们吗 他会生生剥去我们的脸皮 然后切断四肢给伤口止血 再把人在太阳底下晒上一天一夜 最后剁碎喂狗 废物 其实我也看不上他 只是想摆脱那个恶心的老鬼而已 不过 你不一样 你是我见过的 最俊俏不凡的男子 只要小狼君 肯放我一条生路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累了 你不好奇 他们为什么都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吗 小狼君不妨解开我试一试 春宵一刻 值千金呢 痛死人了 别ив了 高动 子伍 体力直 大 用用用用用用用 vern 刀麻 你也听到了吧 是刚才的马车 丫头 跟上 说不定咱们还真有马车坐了 等等我 别扔下公主啊 好痛 伤痛 再连女士 放居 再安征服 无谈咱们 遇见我们 开场 遇受 才使我们 发生 打手 走啊 啊 走啊 啊 他们在喊什么 听着不像土鲸鱼 是梵雨 可谓指的是罗刹 我们不要请君王董 先警官启便 想跟姑娘亲嘴 得先把脖子洗干净才行 杀好的剑鸭 还以为你也被摔死了呢 我的小狼间 你们 喜欢剑鸭 那便让你们剪个够 都到这地步了 先把我解开再说吧 你不懂连香心育吗 想勒死我呀 别拖着我 喂 喂 后面 小狼间 看来这群猴子根本不怕你哦 但你再不解开我 我们俩可得一起死了 天啊他讲过 罗刹都是食人怪物 没想到还会使用兵器 他们不是罗刹 小七见过罗刹 他们有四只眼 尖耳朵 獠牙王外翻 还有满头红发 想找回呀 是 是这样吗 是败鬼者 他们是败鬼者 什么是败鬼者呀 大漠中有一群人 将罗刹奉为神明 称之为护者 每方罗刹出没之时 这群人便会学他们袭击过客 明月献祭 然后将强大的财物 拿到试剂换取五十四 这指一种始于仙气 性于未尽 流传之间的迷幻药 服用火会令人产生幻觉 长期服用 更会中毒致死 所以他们的心智普遍都不正常 不怕痛 也不怕死 难怪他们都不怕那个人 这样下去 那个刀客快撑不住的 更何况还有个弱女死 等等 还不动手吗 难道你要见死不救 咱们是俗人 可不能平白无故就提人出头 那 要怎么做 谈好条件 双方达成共识 银火两气 这才叫豪迈的 小七 想不想坐马车 好呀 知识狼也要坐马车 知识狼也要坐马车 别问你 大头 接着 大马 我跟你一起去 你得待在这里照顾小七 还有知识狼 还有我们要松的标 跟我谈头就给你信号 可真是英雄煞爽 气宇干王啊 是英姿煞爽 气宇轩王才对 不过 甘薛二字 仅差一车 而你的英雄此刻 正寻车而去 不可为不贴合 小姐用词 真是巧不可见 妙不可言的 一二三 但他 不是英雄 我是你小子 还想死呢 尽管上来 这位刀客 朋友 今天的天儿不错 我想跟你谈个好买卖 你要马车 那马没了 正好我这边有集体好忙 看来你不喜欢交朋友啊 滚 没你的事 火气挺大呀 我只说一遍 下一刀 就直接砍完你的马 刀不错 不过 再砍五六人 这刀就得崩了 等你被插成肉串 我再来收拾残局 照样能收了你的马车 反正我不亏 要不要硬着 就看你怎么选呢 我再跑三圈 你好好琢磨 大哥 他们在干什么 刀马有刀马的道理 别选强了 先答应再说呀 还剩两趾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一起 你快答应了 你把我放了 最后一圈 不到了不到了 这 这马帮我答应了 原来这是小妹妹做主嘛 你不说话 就大事应成了 好 那就算是成交了 不过 我还得加个条件 我们是生意人 要到关内进货 你们二位是去哪呢 长安 那巧了 咱们正好顺道 来 认识认识 我叫刀马 信会 我叫阿玉雅 你们不要紧吧 我叫小七 记住也好 记不住也好 我的名堂很重要 知识狼要坐马车 知识狼要坐马车 小女子是燕子娘 江南人士 多亏各位出手相救 尤其是这位 大哥 这位大哥不止身手了得 还这么体贴呢 举手之劳罢了 我说 好好一姑娘 不能像条狗一样被拴着吧 朋友 把姑娘解开吧 这便是我的附加条件 谢了 你一个江南人 怎么跑到大漠里来了 说来话长 奴家命薄 打小被卖给了一个糟老头子 饱受虐待 想拿杨司空府上的红府姐姐 动得勇敢地跟李耀师私奔 我就想给自己争一争 那这位 他 这位小郎君正是给那个糟老头子卖命 来捉奴家回去受死 一来就把我给绑了 一路上半句话都不说 我是问他姓名 奴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只可惜这么好的身手 却要给那个老头子当狗 说 幸会了 那么诸位 先上车吧 阿妮 拜托你了 我干嘛要听你指挥 阿妮 请你驾驶马车吧 好的 小姐 小子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看见离开 乐四爷在那条船上 乐四爷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 你是什么东西 找死啊 我只问一遍 乐四爷 他在 真为壮士 壮士 这边 装士 乐四爷有请 年轻人 想在长安立足 知道规矩吗 知道 先借你一杯酒 不过 话我先说在前头 长安是天子脚下 市井里办事 规矩也比外地多 外来客想在长安落脚 主要看底子 光有手艺还远远不够 请自救 若家谱跟官家挨得上 就能到东市挂牌 做官府的生意 要是哪边都挨不着 就得靠自己积德 到这虚事来开张 你是 你是单名一个术 对吧 有名无姓 便是没有家谱 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今晚就离开吧 长安容不下你这种没家谱的刀手 凭你的手艺 去南方也不愁发财 我就是从南方来的 这年头 想在老家继续做以前的买卖 只要乐死也可为我大乔 开张后没笔账都分你七成 你既不要财也不要名 对长安这么执着 不只是因为念家吧 年轻人执着是好事啊 罢了 按规矩想接我的酒 得先送礼金 但礼金今天我不收了 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 两年前 杨司空府上有个家计叫洪福 跟一个小白脸跑了 到最后都没找回来 那人物出了丑 街坊们一直乐到现在 我也跟着笑话 但最近我笑不出来了 我家里有个小丫头 有样学样 也跟我的小喽喽跑了 让我也跟着被笑话呀 我要你办的事很简单 把他俩活着带回来 要在大兴城坊间立足 得讲德行 这就是你要积的第一个德 德行积够了 你的身份便不成问题 当心点 那丫头很机灵 莫出了差错 让大家都没面子 你看到了没有 小妹妹不要紧张 我只是觉得 这位大哥有点眼熟 你什么意思 我好像在关内看过一张悬赏令 好巧不巧 那画上的人 长得跟大哥 还有大哥怀里的孩子 绿门一样 说那人杀了个官 被悬赏五万金 赢得江湖上大把人出关追查呢 大哥可不能大意呀 现在的人为了钱 什么卑鄙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要不 你还是把他拴起来吧 不用了 就这样 别让我卷入你们的麻烦就好 很好 追上他们了 今晚可能会起大风沙 我们动作得快点 要赶在他们前面进入驿站拦截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裴侍举 要我们五大家族去介入他们之间的争斗 管他想什么 这只是一场交易 我不相信外来人 他们跟突厥人一样 嘴上是蜜 锈里是刀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捅向我们后辈 我不相信外来人 但同样 我也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家族 不过 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 安玉亚要怎么处理 她要是碍事 也一病除掉 下不了手的话 我帮你 不用 谁也不能成为我的阻碍 我们几个家族能否进驻中原 就在此一举了 就便宜卖我吧 不不不不 也好 大人 侄儿还有一事不明 讲 不过是为了杀一个知识狼 您何须看他人脸色 请允我精兵时期 不出半月 我定能带回知识狼的人头 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大漠之中诸国林立 行事错综复杂 要是在关外大动干戈 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图绝人 图与浑人 无数双眼睛可倒盯着咱们 燕儿 儿还得慢慢的喂 打草惊蛇 只会耽误大事 您是说 知识狼只是个儿 要在这世上生存 蛮力固然有用 还是得靠这里和这里 也该让你学学江山大事了 记住 自己的刀要藏在窍里 绝不能轻易拔出来 多听 多看 少说话 走吧 客人们该登机了 看好了 黄门侍郎驾到 事理事理啊 让各位族长久等了 老朽刚从京城回来 准备匆忙 怠慢之初 请各位海涵 快说要紧事吧 我最近生意忙得很 没空听你说客套话 族长多包含 算起来 老朽到张业主事 已有七载 如今的张业 百姓安居乐业 商部日益兴盛 流亡西域的逃犯 也一一伏法 这一切 在座的诸位 可是功不可没 今日请大家来 就是向代表朝廷 表达谢意 小小薄礼 不成轻衣 请诸位 向南 这是中原宫廷御用的 金丝绸缎段吗 这确实是 祸真僵尸的商品 不错 不错 裴大人的话 我听不太明白 通商往来也好 抓捕逃犯也罢 不过是各取所需的生命 朝廷这些金丝绸缎 我们可受之不起 好 那老朽就说明白点 请诸位 归顺朝廷吧 金丝绸缎段 每家五百匹 这只是开始 只要各位 效忠朝廷 往后在张掖的 所有交易 一律免除顺服 而且 皇上将赋予 各位朝共的资格 到时你们便是 五大藩国 莫组长 作为五家之首 请您先用茶 这茶 确实是好茶 只是这茶的代价 我们恐怕付不起吧 八十年前 我们的祖先 从柔然出逃 他们跋涉千里 在大漠建立了 五个小集市 突厥人带兵来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 没有屈服 土一魂人 把集市为了七天七夜 我们的祖先 也没有屈服 无论何时 他们心中 都坚守着一个信念 最终 他们赢得了 中国的尊重 也获得了 在大漠立足的信用 有些事远比利益重要 请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是谁 莫组长 好茶需要趁热 不要放凉了 再好的茶 不喝胃口 也不能抢饮 有机会请到老夫家中 做客 一定让裴大人 品尝我们 心欲奶茶的风味 听说了吗 都知道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最近 我们和其他家族 产生了一些分歧 要解决分歧 就得有人付出鲜血 和生命 你们之中 有的已经为家族 效力多年 有的最近才加入 作为族长 我非常感激 你们的忠诚 但是现在 你们都被解雇了 族长 这怎么行 族长 族长 我们对圣伯起过势 就成为莫家的剑与盾 我们要留下来 决一死产 对 我们的命 是属于家族的 是 我们的命是属于家族的 你们的命 的确属于家族 不过 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家族 七离子散 家破人亡 我这辈子见过太多 已经不想再见了 回去吧 拿上你们的酬劳 回到七二十天 族长 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搬去其他地方 族长 你永远都是族长 老了 走不动了 这片集市 就是我的埋骨之地 谢谢 谢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服侍 都回家吧 组长 你们几个 怎么还不走 我们 没有地方可去 我们本就是被抓来 当主族还乌的奴隶 要不是族长买下我们 我们早死了 对 对 是啊 更何况 我们的家早没了 这里 就是我们的家 是的 请让我们服侍 你当最后吧 是 族长 打命了 祖长 求你了 祖长 我 我们宣伤 我 我 有 我 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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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真誠的場地 世間記憶的何須前進 停 大門怎麼開著 會不會有詐 回旋 你要幹嘛 這臭小鬼 追上 保護族長 莫族長 你把知識郎藏哪兒了 大歲的茶好喝嗎 固執的老頭 中立的信用古老的規矩 那不過是你們老一輩安於現狀的借口 你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把知識郎交出來吧 我不想讓我的新娘等太久 阿羽啊 她永遠不可能成為你的新娘 你知道我當初為什麼要撕毀你們的婚約 那時我阿塌病到家族市衰 你就看不上我家了 哼 我倒不怪你 畢竟這是人之常情 可現在我們兩家的立場已經顛倒了 裴使郎單獨跟我許諾過 只要拿下知識郎 他們就會給我最大的支持 到那時我要把其他家族全部吞併 莫族長 你以前是個有智慧的人 為什麼就是看不清實事呢 看不清的是你 愚蠢的孩子 你真以為裴使局會如你們所願 夠了 我現在的實力可是遠遠超過你的想像 我可以讓你成為大可汗的仗神 或者 讓你的女兒失去阿塌 就像你一樣了 說吧 你想知道什麼 告訴我 我以後會成為了不起的男人嗎 我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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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了 出來了 玄 祭司伯婆對你說了什麼 是不是一些神神叨叨的話 完全聽不懂在說什麼 不 祭司的預言很明確 但我不會告訴你們 說出來就不靈了 阿塌說 預言是人者見人 關鍵還是要看自己未來的選擇 很多事是生來就註定的 就像我們早已定好的婚事 到了那一天 我會讓你明白 墨家和你 都是我的 是 我一選 咱們等的人到了 要起瘋了 今晚就在這兒休息吧 這義戰看起來早就廢棄了 阿膩 是 先找地方停好馬車 是 小姐 知識郎不想睡這種破地方 知識郎要洗澡 那你自個兒去找吧 到時候被羅刹吃掉 被封沙刮走 都不會有人管你 想不到 在這兒還能有伴 但願是幾個漂亮的姑娘 大馬 怎麼了 有人嗎 我們是陸國的上隊 想進一站休息 能不能行個方便 大馬 怎麼沒人回話 退到我身後 小琪 我 我 你們 怎麼會在這兒 大家都是來為我們祝福的 阿玉呀 因為今天 我將娶你為妻 阿玉呀 我們倆的婚事 你阿踏已經同意了 阿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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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實在做不下去了 咱們換一下吧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這一路 你不能下馬 阿踏不能上吧 這是規矩 可現在早就沒外人看了 您看 都是自己人 規矩就是規矩 沒外人看 你就不守了 可是 您的腳流了好多鞋 至少 至少把鞋子穿上吧 你要是穿了鞋 這婚就毀不成了 只有依著規矩 光腳走回去 咱們才不會落人口實 又怎麼啦 大不了 我嫁過去算了 從這裡走回去 還要整整兩天 這樣下去 阿踏的腳 阿踏的腳會爛掉的 我的乖女兒啊 你聽我說 何一璇她已經變了 大家都以為她 她是病死的 但是我看到 是她親手掐死了自己的阿踏 為了自己的野心 能幹出這種事情 你要是嫁過去 不知道那個畜生 又會對你做出什麼事來 這樁婚事 我是死也不會答應的 可是 皮肉之苦也好 別人說我們墨家 不守信諾也好 阿踏都守得住 如果為了這種 所謂的家族顏面 就要用你的一生幸福去換 那這樣的家族 不滅了也罷 阿羽呀 我唯一的女兒啊 你才是我要守護的家呀 好了 別哭了 給阿踏唱一首 你最喜歡的龜香瑤吧 阿踏呀 最喜歡看阿羽呀的笑容呢 別哭了 阿踏 阿羽呀 也最喜歡阿他的笑臉 阿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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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们之中谁是知识狼了 侍卫长 把阿玉亚带回来 剩下的这儿全部杀光 族长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 去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来 笑一个 有两笑子 我想起来了 听书莫组长赎了个奴隶 只要给钱 就是一条什么脏活都干得够 说的就是你小子吧 没了主子不过就是条野狗罢了 还敢这么猖狂 我和一家可不能让人看扁了 尹尔 尹尔 你来的笑一个 墨家已经没了 现在 还剩四家 听说四大家族为公使 墨族长没有反抗 大人 何必赶紧杀去 我只是要他们交出 知识郎首级 可没要他们灭族 不可 就随他们闹吧 但 这些都在大人的算计之中吧 难不成 难不成你对那个外族人动了侧隐之心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 到这边关磨脸是因为他相信你日后必成大财 你可别辜负了我们河东陪氏的欺望 墨族长是条好汉 嗯 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人 即便他是卑微的外族人 也理应受到尊敬 大人 我替他不平 英雄 论的是成败 而不是骨气 要么有骨气的死 普世荒野 要么没骨气的活 为了成就大业 裴行员 你选哪个 五大家族 过了今晚 我要他们只剩一家 你们俩怎么来了 不是说要将给孩子们解决吗 你呢 这么急着出动所有兵马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彼此彼此 我说 你们两个没注意到 后面和一家的那支部队吗 何一家哪来这么多兵马 那是土火罗的佣兵 何一玄这家伙 我这次还真是下血本了 他那点家庭 请得去土火罗的佣兵 哼 哼 这土崽子 怕不是把所有家族都押上了 不留退屋啊 哼 鱼击家族听令 跟随我 全速前往废弃一战 是 废物大赌 给我跟上 是 赖家的勇士们 拿出真本事来 一步都不能落后 杀 沙城堡即将来临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沙堡 能不能听过局 就看阁家的本事了 唉 你来当下一个 河一家族的沸沸 侍卫长不过是 快头大点 能赢过他 算不得什么本事 不过 玄 这摊烂肉 我出一千头羊和你换 这个奴隶 我要了 喂 给我听着 我是鱼籍家族的次子 鱼籍牛螺 现在我恩准你加入鱼籍家族 为我效忠 喂 你听到没有 我是在给你活命的机会 你的主子已经死了 你所服侍的家族也已灰飞烟灭 你没有必要 再问一个外人 不是主子 也不是外人 是咱们 可惜了 是条狗 Clean dle 黑 黑 爹 刀马 刀马 别挣扎了 交出知识狼 当我的狗怪 仔细把眼睛闭上 救援人 捧出出我的手 伤心 刀马 乌鲁鲁 乌鲁鲁 别松手 达鲁鲁鲁鲁鲁鲁鲁 告达 我生平 最痛恨你们这群外来人 好 刀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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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 快走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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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要死了 笨蛋 那还能算是你爹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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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朋友 这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来管 哼 管不管是我的事 我的事 也用不着你来管 哼 啊 嗯 你 就是知识狼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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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哼 哼 哼 奉上知识郎的首级 才能得到朝贡的资格 陪试举是这么跟你们说的吧 古天之下 莫非王土 中原朝廷讲究面子 你们心里清楚 朝贡一匹好马 下次的是价值十倍的丝绸 隋庭赚的是面子 藩国赚的是真金白银 西域之路一通 商人就能把更多商品 直接卖到中原各地 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权利 而条件 仅仅是在地盆内 杀一个叫知识郎的亡命徒 定定定 定定定 文赚不赔的大买卖 这群美老子的蠢货 朝廷表的知识郎究竟是什么人 你们谁都不知道 也没有去想过为什么 只有莫老明白 知识郎不过是一个晃子 一个陪侍郎用来打通西域的皇子 我从来也没有真的想起我朝廷 都是相互利用 朝廷帮我们当棋子 我没有何差 何一选 你师父篡位 就是为了给别人当棋子吗 五大家族齐心协力 才顶得过一个国家 一旦分崩离析 感觉连棋子都不如 忠利地带不在忠利之时 大国的决力就要开始 在你们喝下那杯茶的一瞬间 五大家族就注定要全数灭亡 可惜你们以为的发达路 恰恰是条不归路 放屁 我他 是落下马摔断了腰 我在床边整整守了三年 我责长 你还是逆听而行 我劝过他 他没听进去 他们变老了 他们变弱了 所以他们早就已经死了 有朝一日 你会戴上耀眼的王冠 抓知识狼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合一族长 你已经准备好了 天下大事 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 五大家族分家 已有五十年 是该便会溢价的 此乃天时 中立地带 清理门户 不容他人干涉 此乃地利 少壮当家 不会瞻前顾后 有得是敢 此乃仁和 奴婷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便有在下 承救你的东风伴了 你们加来一腿五大家族 朝天将其职力努力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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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个老狐狸跟每一家都这么说了 知识狼 你 究竟是何方神圣 知识狼 我 知识狼通晓过去 与之未来 你是点燃圣火驱赶黑暗的先知 是菩提树下顿悟的佛陀 是以百姓为出口的圣人 我是知识狼 知识狼却不是我 知识狼是一世无忧的豪族 是一无所有的奴婢 是长级 夫农 义夫 乞丐 知识狼 谁也不是 或者说 人人都可以是知识狼 贵狮 统统都是贵狮 贵狼 该死该死 守在楼子面前装神龙鬼 喂 小白鸟 这刀借你 拥有了赵家培 真相早就被我看穿了 中原人果然全是阴险的鼠辈 也只有某个自作聪明的傻子才会上当 做他娘的春秋大梦 侍侍郎这烂摊子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墨家的地盘怎么分 我们回头再谈 大家 都有份 喂 谁说要放你们回去了 血债还几 血债 黄命 没错 血债 血债 一个都不能放过 我和他常说 五大家族 都是同一个玄门 我一直拿你们当亲人 所以我从小到大 不管有多生气 也没跟你们闹过 一次都没有 大小白兄弟 陪无觅儿 乌鲁 日记牛罗 还有何一璇 我竟然将你们这群畜生 当成血迹 跪下来谢罪的话 我让你们死得痛快点 圣者走向光明 败者堕入黑暗 亲爱的阿鱼亚 你也一直是我的血肉和心肝 所以 我才要带领你走向光明 中原人那一套对我没用 因为我是命定的王者 阿鱼亚你成为王者的新娘 也是命定的 你会为我生下很多很多孩子 他们会跟你我一样强壮漂亮 跟着我 我会给你一世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你将见证 我们的家族超越鼎盛时期的通绝 除在一切 而背叛着你 只会有一个下场 蜜儿 你不会背叛我吧 当然 你知道我对你不变的心意 我亲爱的大可汗 乌鲁鲁也将任你差遣 乌鲁 跪下 阿鱼亚 来拥抱你的命运 走进光明吧 给我跪下 可汗是你们头顶的天 怎会下跪 你 这 该跪下的 是你们 就要结束了 图约欢聚难 西头决战备 五大商人居中 今晚过后 会聊下一个最听话的商人家族 这块中立之地 便受大罪了 可是 大人如何确定 最后留下来的家族 会是最听话的 不管谁去生 经过内斗都元气大伤 伤口越大 胃口则越贪 向我们所求越多 我们越好控制 最终就会像滔铁一样 被贪婪吞噬 任由强国败布 大人 今天有点热 你还是失态了 不是天热 是你的心热 一将功成万古枯 热心肠是尝不了将才的 做不住 便去看看 今夜哪一家成王 看到了 心也就都凉了 记住 要是多管闲事 洗了凉的可就是你叔父了 儿时叫我忠孝仁义 如今却叫我尔虞我诈 何为对 何为错 何为真 何为假 或许道理都是假的 唯有杀戮 才是真的 征伐和掠夺 是大漠的规则 公元四世纪初 他们之间不断的征伐 致使丝绸之路被阻绝 同时 墨北崛起了新的霸主 柔然 这是世上第一个使用 可汗称号的游墨 可汗意味着天 对于掠夺者而言 天意是争法 是杀戮 是奴役 被奴役的人们备受折磨 心中对柔然的憎恨 越积越深 够了 墨 他已经死了 水兵要来了 我们救了人赶紧走 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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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落脚吧 可是 这个地方出了沙子 什么都没有 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 就让这里 成为我们的家吧 天下大乱 流民万千 无数无价可归的人们 相继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加入你们吗 数十人变成了数百人 数百人变成了数千人 起初 只是为了寻求一个避难的地方 阿太 这个月已经是第四个商队遇袭了 屡次目睹商队在显露遇袭后 我想签造一个集市 给各方流民们提供容身之所 给来往商队提供安全之道 怀抱这份理想的末 寻求过屠玉魂王 突厥王以及高昌人的帮助 但屠玉魂王要的是臣服 突厥王要的是杀戮 而高昌人的许诺 却是了无阴心 最后 他们明白 不会有人来帮忙 只能靠自己的手和脚还有信念 就这样 不知过了多少年 集市 终于建成了 天下西西皆为历来 天下嚷嚷皆为历亡 而这时候 北魏朝廷就来了消息 他们带来的是 二十项珍贵礼品 和一个体 能一手建造出如此美丽的集市 阁下成就非凡 可如今西域大乱 集市唯恐朝不保夕 朝廷愿意派兵保护这里 不知尊义如何呀 族人们送走了马队 中原人嘴上是蜜 秀与是刀 他们说的话绝不能信 紧跟着 初决人也来了 他们带来的是 掠荒 和沙医 大家听好了 城门一破 城外那些畜生 就要来屠戮我们的父母 凌辱我们的妻子 无依我们的儿女 不管我们曾经来自哪里 不管我们曾是什么身份 今天我们洒下的鲜血将融在一起 我们勾喊的战阁将响彻大墓 我们尽手的信念将永世流传 告诉我 你们愿意随我尸首家园 战争最后一口气吧 尸首家园 战争最后一口气 至此 要看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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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守护的不是石头帐 而是一个信念 所有族人都坚信 这个信念将子子孙孙传承下去 因为 这是一个家族的信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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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